蔡先生 非常高興 跟你不單學到東西 又可以聽到你的分享 我真的可以一步一步在我做媒體上 我都可以令自己更加進一步 你以前在TVB 我最感興趣的是你過往的一些事 TVB裡面有沒有發生過什麼趣事 跟我們分享一下 做電視台是很刺激的 也挺觸目的 因為當時我們是80年代的時候 在香港做媒體是一台獨大的 每一晚有二三百萬的觀眾看 我還記得當時我們去報新聞的時候 有時去現場的直播 就站在公共屋邨下面直播的時候 四周圍同一時間我聽到回音 是 因為所有電視機都開著 都是佈著那個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知道 你的影響透過一個 我們叫做大眾媒體 是多麼厲害 平時我們對著咪 對著鏡頭 看不到後面有多少人 但實際上可以去到 千千萬萬的人的耳朵裡面 對於我們當時做媒體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就是他們要很小心 甚至用字 說話都要很小心 為什麼呢 譬如我們當時新聞報道員 他們其中一個要求 就是不可以有懶音 是 但是呢 讀音的字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讀錯了之後 那些人又跟著來 一起錯下去 沒錯 OK 譬如很多時候我們有些地名 大家聽到 什麼 尼加拉瓜大瀑布 你知不知哪裡 知道 就在加拿大和美國那裡 其實名字應該叫做 尼亞加拉大瀑布 但是我們讀了尼加拉瓜 好像是國家那裡 是 大家在加拉瓜 尼加拉瓜就變成了 尼加拉瓜大瀑布 好像 Egypt 是我們讀 埃及的 但是人們當 埃及 埃及 埃及埃及 埃及了幾十年 所以很多字音 我們有本字典 一定要檢查清楚 才讀出來 還有 不要有那麼多 我們那些懶音 什麼 口語化 因為我們每一件事 報出來 是會有人學習的 我還記得當時 我來到美國 開始那個粵語新聞的時候 每一晚 我們的電視新聞節目 是 傳給很多大學裏面的中文系 學生來學習廣東話的中文 因為他們覺得 這是最正宗的發音 所以 做新聞來講 做媒體 是一個有很大的責任 當你知道到 好像 三少女現在這個節目 背後可能都有幾千 幾萬人看 Right 所以我們每一件事 帶出一個什麼訊息給他們 能夠對他們 產生一個什麼作用 又起到一些什麼變化 我們真的要很小心去想想 沒錯 媒介是一個 很多姿多彩的 以前做新聞 我們每一天都去不同的地方 上午可以去採訪 沒有屋區的夥警 中午可以參加一個午餐會 是一個商界裏面的午餐會 但是晚上可能 走訪一些父母離意 或者一些家庭的 一些倫常的慘案 所以一天之間 你可以看到人生 很多種不同的方方面面 沒錯 跳樓、死人、撞車、殺人 看到太多了 所以這些都直接影響到 你自己對於人生的看法 我們做媒體都有個抱負 我們希望 我當時做媒體 就記得 中國的大學之道 再明明德 再新聞 再自於自善 新聞就是新鮮的新 新聞就是說 enrich了那些人 令到他們更新自己 怎麼可以令到他們的新聞 就是做新聞的新聞 每天將最新最有用的資訊 告訴他們 這個我覺得是對於 我們的社會都是有幫助的 沒錯 除了在媒體之後 當然現在我們都知道 你是在投資金融界裡面 投資金融界裡面 你也幫了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人 比如說在投資、理財上面 分享一下 一些 以前我在香港 我是主持過財經節目的 我以前都是讀商科的 所以財經對我來說 是一個第二興趣 我一直都有關心 香港也是一個金融中心 也採訪很多金融界的人士 我自己覺得理財是很重要 特別我們現在電視機前 可能很多是新移民的朋友 他們從來沒有接觸過什麼叫做理財 中國人的教訓有兩樣東西 勤、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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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力讀書、勤力造工、勤力償錢 加錢 償錢 賺一元 花二號三號 最好不要超過五號 留五號或多少 償錢 勤劍 可以值得 但勤劍之後 那些錢怎麼辦 他不懂得錢運錢 所以我覺得勤劍之後 懂得如何去賺錢 懂得如何去省錢 還要懂得如何去管你的錢 沒錯 如果在第三方面 我可以做到少許的幫助的話 我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榮幸 管錢在美國這裡有很多工具 大家都知道可以買屋 可以投資證券 可以甚至買實物 名畫 collectable 都是投資 但是怎樣投資法 用什麼方式去投資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新移民又遇到另一個障礙 就是語言的障礙 沒錯 我在國內很厲害 炒那些股票 但是過來這裡不懂 所以遇到也有這樣的問題 第二就是 我們中國的歷史翻查 幾千年來都是教你買屋 買田買地 沒有投資什麼證券金融 因為這個都是比較新鮮的 就是過一世紀所衍生出來的工具 是 所以這方面 我自己覺得 各位朋友都可以考慮一下 怎樣去了解一下 可以從各方面面增長知識 不是只聽一個人說 或者聽誰人說 才去了解學習一下 因為現在都有很多渠道 當然一定要有個專業的人先 將這一方面的資訊 盡量聽盡量學 跟著完之後 再慢慢自己分析一下 也都要有些專業的人 可以給到一些專業的意見 這樣 我希望將來我還有這個機會 可以能夠多些請到你上來 跟我聊天 繼續可以教我們多些東西 不單止教我 我相信教到我們 這麼多的觀眾 都可以學習到 在你身上學習到很多很多不同的 一些理財 甚至是一些人生的一些經歷 好啊 多謝三少你請來 多謝你蔡先生 今天三少天地 暫過一段落 下一個星期 希望可以在同樣的時間 再在這裏和大家見面 多謝 請多謝